投资朋友圈助理你的投资决定 接下来进入到深入前出互通有无的单元 这个单元我们会密切跟国策政策联系起来 找来A股专家一起来探讨我们对于后市方面的看法 今天下午的视频现在另一端 我们联系到嘉宾是由徐磊 徐总下午好 下午好主持人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外围方面的一个情况 看到外围美股三大指数在隔夜 也就是上周五有一个大幅的收跌 那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一个言论趋向于鹰派 导致到在美股市场出现了一个抛售潮 受到这样的影响之下 看到今天早段亚太股市方面 也是有个七级下挫的情况 包括看到离岸人民币对美元 也是跌破了6.92的关口 A股也是出现了一个低开 五间走势跌幅是略微有所收窄 盘面上我们来看各行业的涨多都是涨多跌少 渔业 文娱用品跟航空装备等等的行业 涨幅比较大 房地产服务 医疗服务等等行业跌幅剧前 首先请徐总来带我们盘点一下 今天A股的一个走势焦点 再结合到外围方面的一个情况 您会怎么来展望在美国加息潮持续情况之下 未来会给A股方面带的冲击更影响呢 第一个首先我们看到 总体这个市场还是相对比较抗跌 那么我们也知道 因为上周末的这一次外围市场的大跌 直接导致市场普遍预期 就是说未来的中国的央行 或者中国的货币当局 它进一步释放流动性的空间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 那么与此同时 在目前这个情况 整个市场还是面临的一个流动性的 一个市场的风险 尤其是我们目前的实体经济 那么至于资本市场来说 很可能也是会面临一定的资金面上的一个 我们说增量资金的一个困局 那么导致整个市场 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 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总体来说 市场还是会冲紧未来的央行的进一步的放水 但是大家又预计到 这个放水的空间 放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规模 可能较至于前期 或许会低于预期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个股的表现 就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 就是实际上我们认为 和流动性溢价相关的一些资产 或者一些行业 可能目前它要进一步形成一个 中线的一种反弹的空间 就会受到一定的抑制 相反不受到流动性 或者不受到外围的 我们所说的利率的影响的一些行业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军工 看到的光伏 实际上这些行业 都是我们所说的近几年来 或者近一年来 市场相对属于我们所说的 不受到外围的 我们说经济衰退 不受到货币政策影响的那些行业 所以整个市场可能又重回到一些 我们所说的军工 我们所说的光伏 新能源这个行业里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整个市场也预计到 未来的整个 我们所说的全球市场的 一个货币的一个收紧的预期 在里面的 使得整个市场的 操作逻辑 可能又会重回到一些中小市值 或者重回到一些成长类的 个物中去 好的 那么这个看来 看最近的近期的欧洲天然气价格 也是屡创新高了 在国际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局势之下 燃气股是持续的一个走强 多家公司的业绩也是普遍的亮眼 业绩更创同期的一个新高 那您怎么来看待下半年天然气市场 那这个气价是不是仍然会维持在高位运行呢 这个板块仍然会有一个布局的空间和机会吗 首先我觉得天然气这个价格 至少在今年的冬季之前 不会出现明显的价格性的一个下滑 因为总体来说 它这个上游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供给侧 实际上是明显是出现了收缩 另一方面 下游的需求侧 实际上在今年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天然气的这个消费的 大的一个区域 欧洲 实际上真正的消费的这个 我们说旺季还没有来到 那么现在天然气的这个价格的高企呢 我觉得针对于我们A股相关的个股呢 我觉得重大的利好都不在于天然气的相关的公司 反而利好于一些我们原先 我们所说的受益于我们国内的天然气成本相对可控 或者说我们总体的上游的成本相对可控的那些化工类的公司 我们觉得最近一段时间 为什么有一些化工类的公司走得越来越强 尤其是那些化学品 那么在欧洲相对高企的能源价格的背景下呢 中国相对较低的能源制造业的成本啊 在化工企业中显示出非常明显的价格和竞争优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今年 就是说由于外围的天然气能源价格的高企啊 导致我们国内的化工产品和国际上的化工产品价格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倒挂 那么这就显示了目前的我们相关的我们所说的化工类的产品啊 尤其是和能源相关的化工类产品呢 可能未来还是会有比较好的市场表现 明白那接下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公募基金方面啊 2022年二季报呢是已经披露完毕了 一批基金明星经理的这个隐形重仓股 还是相继的浮出了水面 所以我们从这个行业分布上来看 可以发现到这个成长性行业普遍啊 还是这个基金重点布局的板块 当中像包括这个医药生物行业啊 当中就有58只个股有入选 而且像电力设备 基础化工 还有这个机械设备 计算机 有色金属等等行业呢 都是有20只以上的个股入围 那么这一些重仓布局的板块跟股份 那对我们这些一般的散户投资者来说 会有些怎么样的启示呢 从这个几年的基金重仓个股的表现来看呢 我们出现一个这样一个分化 就是说如果说目前仅仅是因为 我们所说估值的因素去配置这些 我们所说的行业的话呢 这些重仓的基金呢 表现都相对一般 如果说是因为市场的景气度去配置的那些 我们所说的基金重仓股呢 可能它这个几年的我们所说的业绩会非常好 这就说明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现在呢 在基金重仓的这些品种中 一定要注意就是更加偏重于我们所说的景气风格 而非固执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从我们目前判断的基金重仓股来说呢 我们目前判断下来呢 就是说现在的一些机构投资者 由于今年的判断 今年判断总体的经济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格局啊 是处于一个相对衰退的一个阶段呢 他更愿意把仓位呢 放在一些确定性非常好的 成长预期非常明确的那些景气赛道里面 可能目前面临的 或者是因为我们所说的交易赛道过度拥挤 或者说因为估值相对偏高 所面临的我们所说博弈的 我们所说的波动性以外呢 我们觉得在目前来看呢 成长性的高景气度的这些行业呢 在未来还是值得这些基金经理 或者基金重仓的那些品种 值得关注的 我们看到这个中暴业绩 也是进入一个尾声了 我们看到这个近期市场 因为业绩估值的矛盾 波动仍然在持续 短期当中的中暴业绩风险 是不是仍然未完全出清呢 那我们看到近期市场的调整力度也有限 那是不是也是意味着 9月份市场或会有机会 是迎来一个转机呢 首先我认为 目前的中暴风险还完全没有出清 或者短期出清 长期还没有明显的一个风险释放的过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呢我们看到很多和房地产相关的 上游 中游 下游的那些行业 包括后周期的这些 我们所说的家具啊 轻工制造啊 家电啊等等 我觉得这些个股的下跌啊 很多看上去已经跌了很多了 很多个股看上去 物质已经很低了 但是呢从长期的一个业绩 或者从长期的一个行业角度呢 它的投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这类个股的下跌 看似短期 由于业绩的衰退下滑 出现了一个调整啊 看似已经风险释放 看似会出现一定的反弹 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这类个股的风险才刚刚开始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认为呢 现在呢 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局呢 就是说我们看好的高景气赛道的那些个股啊 表面上看它的业绩增长 保持非常高的 150%甚至于更高的 但是呢 从目前来看呢 它面临的我们所说的估值上的风起啊 或者说估值泡沫上的市场的风起呢 也比较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中暴业绩 要从业绩上去选择一些 我们好的中长线机会呢 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好的 感谢许总这一时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 广告过后 回来我们再聊